今天为大家挖到一个狐妖未变成人 和葵蓉公主换皮换腥的故事 狐妖小维因为毁掉自己的千年妖灵救人 违反了妖界规则 被封在寒冰地狱中度过了500年 在雀妖的帮助下 小维逃离了寒冰地狱 她发誓要获得一颗自愿奉献的人心 真正变成人 不用再忍受冰封之苦 为了寻找目标 小维四处奔波 直到一天 小维在森林里捉人时 偶遇了单起逃婚的静公主 小维发现 静公主有一颗与众不同的心 她寄希望于得到静公主的心 让自己变成人 小维得知静公主要前往边关的小城 白城 寻找一个叫霍兴的将军 便一路跟随公主来到了白城 当霍兴见到脸带面具的静公主时 她十分惊讶 同时愧疚之意又浮上心头 原来霍兴和静公主欺美竹马 七年前她因保护静公主不利 致使公主意外毁荣 此时小维在一旁看出了二人之间微妙的心思 她用妖术蛊惑了霍兴的眼睛 静公主向霍兴表明心性 要她带自己远走高飞 但霍兴拒绝了 静公主伤心欲绝 随即跳下山崖 小维将公主救回 同时也现出原形 公主就此发现了小维妖的身份 小维大方承认 并趁机向静公主灌输男人 喜欢的是女人的皮相 以此暗示 公主是因为相貌丑陋 而致使霍兴不接受她 如果静公主和她换了皮囊的话 霍兴一定爱上公主 但条件就是把她的心给小维 静公主将信将疑 她和小维暂时的交换了皮囊 决定仪式 果然霍兴因为之前 受到了小维妖法的蛊惑 看见小维的皮相便动了情 静公主并不知其中内情 她对小维的话深信不疑 同时也对这张皮囊 既恨又迷恋 此时朝廷派人来寻找静公主 原来公主是逃婚至此 她本应该和天狼国的王子 在几日前完婚 公主不愿去和亲 并表明自己已经是霍兴的人了 朝廷派来的人气愤的想要杀死霍兴 不想公主手握宝剑敌死保护 眼见公主手心里流出鲜血 霍兴心疼不已 她也就此明确了自己的心意 紧接着天狼国派来大军抢回公主 霍兴出城迎战 但是根本敌不过天狼国大军的万只火箭 就在霍兴要被万剑穿心之际 公主站在城头 承诺三日后必嫁去天狼国 以此要天狼退兵 否则就自禁 天狼国大军这才撤退 小微得知公主答应去天狼国和亲 趁机劝说公主与她换心 这样公主就可以以小微的身份留在霍兴身边 而小微则代替她去和亲 万念俱灰的公主 虽然知道变成妖后 去吞噬人心来维持人形 但为了能在霍兴身边 终于答应换心 换心换皮大法之后 二人交换了身份 拥有公主皮囊的小微前往天狼国和亲 静公主则以小微的身份留在了霍兴身边 小微到达天狼国后 发现王子是以前被她挖去心的一个人 他们求婚于静公主 只是为了要用公主的炙热之心来救活王子 此时小微已变成人 无力反抗众人 只能眼睁睁的等待被人挖心的下场 这仿佛是轮回的报应 另一边 拥有小微皮囊的静公主 到了该吞噬人心的时间了 然而她看着人的躯壳下 一颗颗跳动了心 却不忍心下手 当年救下小微的雀妖赶来通风报信 将天狼国发生的事和小微真实的身份 告诉了捉妖师 捉妖师赶紧找到霍心 告诉她小微是狐妖并且骗公主换心的事 并告诉她 如果公主吃了人心 就会真正变成狐妖 再也无法挽回 霍心急忙出城 寻找变成小微的静公主 终于找到了因为很久没吃人心 头发皮肤都变白的静公主 霍心表示 一定会带公主找回心脏 并刺瞎双眼 向公主表明了心意 将军带着静公主 率领人马去寻找小微 他们来到天狼国 一番激战后 救下小微 霍心向小微提出 要用自己的心 换回公主的心 以达成小微变成人的心愿 小微被二人的真情感动 答应还心 结局竟出人意料 小微和静公主合二为一 静公主也恢复了容颜 虽然霍心再也无法得见 但二人可以相守在一起 这个故事来自动画电影 画皮2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儿 想了解更多好看的电影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账号 我们下次再见啦